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又來了一次的分享影片 那直接開宗明英的說我們今天主要談的是說 在學習指揮抖書的路上我們常常聽到說 把所有的心腰分成強中弱極心 那特別是針對十四組心的部分 那針對強中弱極心的話來講其實坊間有非常多的分野 那今天我們主要講的是其中一個分野 那之後的話來講我們會一一的去做事宜 第一點呢關於強極心很多會把紫微啊天府連真天相沙破蘭還有烏曲 這樣的心腰當成是一個強旺的心腰 然後再來呢會把天積天涼啊巨門太陽這樣的心腰當作比較是中極 比較溫和的一個心腰 不能說溫和啦就是說力量是屬於沒有到前面說的那一種那麼強旺的一個心腰 那最後會覺得比較相對弱勢的會是太陰跟天童 什麼樣子的主心 那首先呢我們談論這個話題之前最想要去深入分析跟探究的一個原則 是什麼樣子的原則呢 首先當我們談強跟弱的時候這個強跟弱指射的是什麼樣子的事情 這個強跟弱指的是抗擊打的能力嗎 還是說他指的是這個個性的強弱 又或者這些主星座的位置他呈現出來的結果論或是成就去論英雄 所以呢他的結果好一點我們說他強 他的結果能夠受社會大眾所接受我們說他強 還是說是什麼樣子的原因呢 那我們一條一條去審視他 首先呢我們問出了這三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說強中弱吉星這樣子的分類是非常奇怪 而且不務實的一件事情 因為生命並不是一張平面的藍圖 他的立體性跟風布性需要更多的去補給而且去經營的部分 我們並不能很直接的去用強中弱吉星這樣的星要去分別 首先呢我們去談到抗擊打的能力 就是抗打擊的能力他的承受力 以及他的壓力的承受能力來看看的話來講 其實呢以不具備條件的子衛星來講 他其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他可能會是自己覺得自己是鳳凰 他只是在雞群裡面一隻火雞 而且非常那種雞冠低垂的那種火雞 另外一點呢蓮真他非常害怕遇到煞吉 當他不遇到煞吉的時候 他本身具有的能力是比較許於交際性質 然後再來對於自我壓抑的部分 所以呢他也很難去跟所謂的強大的抗擊打能力 如果抗打擊能力我們是對應到譬如說盤面上面的狀況 由煞星的部分來講的話他其實也不是很具備這樣的條件 同樣的還有天象 天象也是一個非常害怕煞吉的星要 以抗擊打能力來講我們有另外一個星要 剛剛我們前面的分類放在天童星 天童星是弱吉星的星要 天童星其實是一個復星 他抗擊打能力會相對強一點點 他為什麼強呢 因為他本身就不在意 這種赤子之星然後這一種寬大的胸懷 他不在意這件事情他不在意這件事情 有時候就不存在 當然是說傷害還是存在 可是對於他傷害的持續時間相對就會比較短一些些 那為什麼會比較短呢 當你很在意的時候 那這傷害自然會可以對你造成比較大的傷害 不管是心理層面 或是生活層面 那當你就是屬於一種比較放鬆 他不想要過多隨之這樣起舞的東西 或是他不在意的狀態 那自然這樣的影響就會流動的比較快 代謝都會比較快一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講到 如果是以個性強弱去談的話 太陽星的話來講 因為太陽星有分 旺跟弱的這種差別 照盤上分野人時間 照太陽掛來天上的時間 我們去分他強跟弱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在旺位的太陽 個性是非常強勢的 所謂的強勢呢 他是一種博愛 一種堅愛天下一種概念 他想要對每個人好 他燃燒自己去綻放光芒 那燃燒自己的過程呢 他可以給予別人非常多的幫助 以及協助 只是難免呢 是需要用他自己的規則 需要套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執行 所以難免會讓人家覺得比較 強勢一些些 這也是在個性強弱上面 覺得前面的那個分野 並不是那麼樣子 妥切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 一如我們在談抗擊打能力的時候 講到說紫衛星呢 他如果不具備他該滿足的條件的話 他其實就是一個鳳凰跟火雞的差別 那另外一個東西的話來講 我們講到的天童也是 比如說天童他也會帶到四畫 例如說畫拳 或者是說天童帶到煞星的部分 那他的堅毅的程度或個性的強度 他會以韌性的方式 有機會以韌性的方式去展現出來 那這個個性的強弱的部分的話 相對於其他比較溫和 然後比較隨和的人 這時候帶到天童畫拳的時候 以及他帶到煞星的時候 他可能變得比較沒有那麼隨和 那比較起來的話 他也不會是一個個性弱的一顆星藥 最後呢我們以結果去論 前面我們說的強作弱己心的分別 結果論的話來講 我們可以談的可能是成就 或是人家一般眼中的那種觀感 那我們提到 紫微星非常需要具備他的條件 然後他也需要去滿足他的團隊的 這樣子一個條件 那至於團隊是什麼樣的條件 可能要看我們其他自己的影片 關於紫微星的細論 當他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的時候 往往只是他自己覺得實不我語 然後覺得環境對他不公平 那實際上是他自己其實沒有具備他自己想要高高在上 受人追捧的那樣子一個條件 那另外一個東西我們以結果論去論 所以成就以社會觀感去論的話來講 殺破狼三顆星藥 其實呢都需要去注意他有沒有相對應的後援 他有沒有相對應的資本 以及他有沒有好好的去審時度勢 符合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當下能夠去衝撞 能夠去開送自己一番未來的境地 否則呢基本上也都是會是比較辛苦的一些狀態 在影片的最後呢我們還是要去談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的三個重點 以一般市場上面比較容易分野或學習上面呢 常常會看到的資料 所謂的十四祖星裡面的強弱 我們去討論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針對強弱這個概念呢 提出了三個觀點 三個要反問的東西 第一點這個強弱指的是他抗打擊的能力嗎 所謂抗打擊的能力涵蓋的是說 他個性的強旺程度 以及在學理上面針對 煞行的抵抗能力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是針對個性的強弱嗎 我們也提出了結問 第三點關於結果論的部分 還是一樣 就是在成就上的部分或社會觀感上面 我們也提出了疑問 可是這裡要適宜的是說 這三個是針對我們所謂的強中邏輯性去提出疑問 並不是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剛剛提出來這些反問是這樣的邏輯喔 這樣的話就會陷入到另外一團迷霧裡面齁 據來講薩破朗呢 是每個人都會踩上的大線 這是大線盤的用法 所以並不是說很差 他實際上的話來講 會我們以盤上面來講一個綜合性的東西 去堆疊出 然後去給予別人一個良善的建議 然後去讓他可以操作自己去布局自己的人生 這是最後要示意的一個部分 而且要再三個強調大家 所有的每一顆心藥都是中心的 這也是今天這支影片的重點 沒有要幫大家去做分類 今天這支影片的重點只是在反問 然後再提出一些反思 讓大家去思考說 其實強中若即心這樣子的心藥分別 是不合理的